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 是我 你这孩子 一整天跑到哪儿去了 不用做生意了 有件比生意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 荒谬 说来听听 若梦 若梦找到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父亲 是真的 若梦找到了 你确定 确定无疑 父亲 我今天就把他带回家 父亲 父亲 若梦回来了 父亲 若梦回来了 是 先坐吧 坐吧 坐吧 好 老婆 好 这儿 回去就把他带回来了 我去做个生日 我去做个生日 达到这儿去做了 哪里是你去做的 我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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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这一切 对我来说太突然了 就跟做梦一样 突然就告诉我 有了家 有了亲人 我怕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真是能说会到晚 零压力值 你不让我看清楚你 我总知道 你跟安妮有多相似呢 眉眼确实很像 但是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在这个世上 相貌相似的人很多 李戴桃江的赝品 也不少见 父亲 您这是 若梦 快把你的项链给父亲看看 这条项链这么多年一直在你身边 从小到大 我都带着他 你不会骗我吧 父亲 对不起 若梦 若梦 等等 你记不记忆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 能把这个耳环摘下来吗 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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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 你终于回来了 孩子 你等等 你等等 你看看 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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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下聊 好 走 走 来 爸爸 前不久我的养父刚刚过世 哥哥也因为一些原因离我而去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有亲人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老天爷能够把您 还有哥哥重新送回到我面前 爸爸 您放心 后半生 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好 好 董事 拐角 孝顺 完全是我梦中见到的落寞 我现在终于有脸 面对你九泉之下的妈妈了 九泉之下 我妈妈怎么了 若梦 阿宁妈妈 过世了 妈妈 我来看您了 安宁妈妈 若梦回来了 您放心吧 从今以后 我会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 好好保护若梦 不再让她受到一点伤害 爸爸 妈妈为什么这么早离开我们 以前的事情你记不起来 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 对你是一种保护 可能你妈妈的在天之灵 在保佑你 希望你能够无忧无虑 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